这从华音 从法华 从楞音经上 总结 我知道尽多了 尽多殊胜 真不容易 看你们 这是一听就接受 我很佩服 我怎么这么难 搞了十几年 才把这个真正接受 这个法门 横出三界 云登司徒 顿于观音世智并见 可见此法门之究竟方便 善因群集 这话真的不是假的 那横出 也叫横超 那因为 八万四千法门 都是 步步高深 竖出 不是横出的 华音经上不就很好的例子吗 你看 实行尾 实行上面 实住 实住在上面 实行 实回向 身地 等觉 妙觉 好像文件书一样 小学 中学 大学 研究所 这叫 述处 尖宗 发明是不需要 就在人道 旁边就溜走了 不必这么麻烦 这样一步一步 到哪一年 你才能出头啊 从旁边走了 旁边 进入世界去了 阿弥陀佛 谢谢你去了 到那边之后 语言登司徒 这个就特别了 释迦牟尼佛 有没有司徒 有 说的 不是远登的 你的一步一步 怕 六道里面 是凡圣通知徒 四圣法界 是方便徒 华藏师界 是方 是这个 印针法界 是诸 是阿 这个 这个 皮诺尖纳佛 的 十报 庄严徒 再往上去 再成绩 观进 还是一步一步 往上提升 在华藏师界 进途可不一样 阿弥陀佛的 司徒 里面 没有界限 换一句话说 用现在 科学家的话来说 他没有空间 维持 这是在 社防世界里头 统统没有这种现象 只有极乐世界 特别 没有空间 维持 师徒在一起 所以 一生 一切 你看 他下面 决的例子 观音 是指 他们是住在哪里 他们住在 世报 状元 土 我们现在 念佛往生 是生凡胜 同居图 在我们这个世界 凡胜 同居图 见不到 方便 犹豫图 他有界限 有障碍 那六道里头 我们身在人道 我们见不到天道 天有28层天 下面 见不到上面 上面可以见到下面 可是极乐世界 就好比是什么 社防世界 祝佛如来半学 都是由小学 中学 大学 都是这样办法的 而且小学 也一年级 二年级 过有过的教室 不在一起 阿弥陀佛 这个大教室 从小学 中学 到波斯班 都在一起 一个教室里上课 就像这种情形一样 是统统在里面 这个很特殊 那谁说一生一切生的 我们能够以凡神同俱徒 下下平往生 你到极乐世界 你都能看到观音实质 都能看到文书不信 他都在那边 常常常跟这些人在一起 那你真走运了 这发生大事 你不会的 他教你 除了佛教之外 这么多菩萨来帮助你 来提醒你 你就很快成就了 这是极乐世界 无比殊胜之处 所以感到摄妇王祝福 正在 叫愿灯实质 没有阶级 对 立刻的意思 你立刻就跟观音菩萨 实质菩萨 并肩 都是阿弥陀佛的学生 他就变成我的学长了 他就变成我的学长了